你来吧 你讲广东话 可以讲华语 你讲华语啊 广东话我不是听 不是讲啊 我想 我想问一下 1983年 女的输狗的 好 你说吧 问什么 身体 家庭和灵性 那先说你身体好吗 好 你的脖子和肩膀 经常酸痛 对 你们家族里边 有人心脏不好 所以你的心脏 虽然不算病 但是经常会胸闷气急 对 还有 你年纪不算太大 但是你的妇科不好 对 还有 你的关节要特别当心 现在关节有点骨头响 对 你这么认真 我让你多问一点 谢谢华台长 你呢 自己客气 你自己呢 要想开一点 台长点你 你的婚姻不是太满意 听得懂了吗 对 对 我告诉你 你有时候要想开 因为你的先生 不在这里吧 在 在啊 慢好 慢好 先生慢好 因为你先生呢 上辈子有很多女人欠他的情 所以这辈子呢 他会有很多女人来找他 你呢 要叫他坚强一点 啊 不要去惹他们 明白了吗 万一惹了他们呢 你自己呢 也要想开一点 经常帮助他 实在不行呢 就念心经 请关心 不要慈悲啊 让我先生不要再去还债了 也不要再去要债了 啊 好不好啊 你呢 一定要听台长的话 你这个人呢 就是执着 啊 想不通 对 你先生呢 比你长得好看一点 对 对 对 台长什么都看得出来的 你先生的脑筋比你活 对 你傻傻的 对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但是你很会生孩子 孩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谢谢 太长 请问 还有我要问我的灵性有吗 身上有没有灵性是吧 你有钓过孩子 对 鼓掌 谢谢 太长 那个 你要给这个灵性念过小房子没有啊 还没有 你赶快给他念 要36张 他一般的是晚上来 而且呢 让你呢 有一段时间是失眠 经常睡不好觉 对 大家看见了吗 我跟你们说了 你其他没什么 你知道这个灵性在你身上哪个部位吗 不知道 肚子上 肚子上 其实你肚子不应该这么大的 听得懂吗 对呀 对呀 你怎么减肥 这个肚子也减不下来 对呀 因为它在你肚子里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哎呦 你这个人真的人很好 谢谢 话太多 你先生很嫌你烦的 对不对啊 不是我嫌他吗 你自己啊 其他没什么 自己呢 想开一点 多念心经 好不好 你帮先生念 让他身体好一点 好吧 因为我从你身上都看到你先生了 你先生呢 这个脸呢 不像你这么圆的 就是这种长圆形的 瘦瘦的 他是1963年 不看了 不看了 我说只能看一个 我就告诉你 我从你身上 看到你先生的脸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是很好的一个人 你记住了 他再怎么样 他也 离不开你的 因为你 他知道外面的女人 不如你好 因为你在家里 什么都做 辛苦得不得了 很努力 谢谢 对不对啊 所以你就放心 放松一点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了 没了 你都蛮老实的嘛 台长再讲你一个问题 好吗 好啊 要当心啊 有点便秘 你不能老坐在马桶上 看看东西的 你这个习惯很不好 台长连这个都看到了 好 谢谢 好吗 好 好来 好来 大家看到了吗 好 台长好